如果做了這件事 影響到公眾的道德觀念 他必須要道歉 但他不肯道歉 那又怎樣呢 你要告到他要道歉 意思是否這樣 他現在想淡化這件事 你又沒有真憑實據 你就去找證據 你不用攻擊我 也不用即時攻擊他 你就去找證據 當你沒有證據的時候 這件事到底是對還是錯 說真的 我們不在現場 我又不在現場 我也不可以相信你是對還是錯 不過我這段影片是在說 一個佛理上 或是神道上的事情 原因是為何 宗師是一個狐狸精 你口中說的狐狸精 但他很想去改邪歸正 我們應不應該去救他 輔助他去改邪歸正 你自己去衡量一下 你自己的良心 如果你說不行 一定要堵死他 你自己去想 但你不能阻止其他人去救他 你如果不斷批判 削弱香港的力量 尤其是他現在 雖然他不是TV的台主 但你看看賢明熙又沒落了 現在沒有了聲氣 不知道他之後發生了什麼 我很欣賞這個歌手 縱使他現實的人是怎樣 這些叫做對事不對人 大哥 他真的能唱得 他為香港有一個公眾的形象 龍亭也是 他努力把他變成人渣 甚至說到他怎樣怎樣 但他真的喜歡唱歌 我是要救他唱歌 我不是救他的真人怎樣怎樣 你如果放錯重點 是說這個人一定要死 那是你的觀念 大哥 這麼偏激 我沒有辦法談 說到我口水乾 一說到這裏 我要補充一點 就是這班人為何會 總是要找一些大陸來香港 要找文化差異去懲罰那個人 還有最過癮 就是他有個現象 就是 當然想殲滅TVB 很過癮 你要殲滅他 然後不斷去找一些東西 是要殲滅這件事 大哥 那TVB都不會放過你 那就大交互片 打仗 打仗 就是兩敗俱傷 誰如人得利 就自己想 我是住在香港 大哥 我是要捍衛香港 是嗎 如果香港什麼都想了 那還有東西 是嗎 你說道德底線是不容許這樣 是嗎 是你認為這樣 是嗎 我覺得他可以救到 喂 救到就救了 說真的 有時候的事情 不一定要做敵人 你可以一個人 你看到他之後的努力 他真的肯去改的時候 是否值得去 去體諒他 或者是他這個錯 令到他更大的進步 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說 有些編輯的人 會說 這樣你包容他 有個留言也是這樣 你縱容 有個留言就是這樣 有位支持小弟的留言 裏面說 小弟的講解很中肯 就是香港人 真的很好 有一個理性的分析 然後有個觀眾 有些觀眾不知道 Youtube是會幫助言論的 Youtube的AI很厲害 有些言論 不行 他就會幫助 我剛才所說的 都是幫助言論裏面的事情 其中一個就是說 原來一個有善心的香港人 就會包庇這些狐狸精 原來是這樣的嗎 喂 這位觀眾 請你自己對號入座 什麼叫包庇 你亂來講話 包庇是什麼 是你和他一夥 我由頭到尾都不認識 龍亭雅 另一件事 包庇狐狸精 你沒有證據說 他是狐狸精 因為現在未真正有證據 那張照片就當成這樣 是你認為 是不是 你認為 然後就是說 到底 道德的底線去到哪裏 你認為自己很有道德 你認為龍亭這個人 是因為喜歡了別人 又或者南方那邊 喜歡了他 龍亭就變成一個狐狸精 去搗散別人的家庭 這件事在我的影片中說 如果他真是事實的話 是不值得幫助他 但是站在歌唱上面 是要幫助他 這些不是叫包庇 這些叫成熟的思維 如果你有證據說他是狐狸精的話 你可以殺死他 你自己不是去殺死他 但你不能阻止我去 一個中肯的言論去救這個人 即是開導這個人 是向善的 如果我要殺死他 我為何要開這段影片 希望可以化解到乾乾 去開導龍亭 為了公眾事件 有沒有做過也好 總之都是引起一些公眾事件 不適不安 做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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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些慈善演唱會 令到這個不安 即是救贖 有一個代價 這個其實是大家談的 大哥 是不是 你說他一定要死 我當然不認同 大哥 因為什麼事件要死 是不是 我的理論裏 如果他真的做錯事 他真正肯改 他始終都會付出代價 這是一個平衡 有些人很偏激 說 每個人做錯事 就去付出代價 世界就是會怎樣怎樣 這個是你偏激 有誰真的沒有做錯過 像我上一段影片一樣 很簡單 如果 看看有哪個觀眾朋友 你另外的一半 是你的初戀情人 麻煩你舉手 如果不舉手 那些 大家就暗馬底 暗馬底就算了 有一個過去 我相信已經剩下很少 好 接著又有哪個觀眾朋友 沒有追過別人的女朋友 很簡單 又應該少很多 因為通常你追那個人 通常都是有個男朋友 我講男方 不要說女方 女方應該是一樣的 好了 應該又少了很多人 接著 有哪個人 是真的去追一個單身的女子 好了 應該又剩下很少 其實這個問題 為何我會這樣問 其實就是回應上一個問題 上一個問題 剛剛說 有誰沒有追過有男朋友的女朋友 即是女生 其實兩件事 一搓的時候 自己都會打到一個 原因是發生什麼事 其實在社會上 大部份人都不會純潔 你和我都不會純潔 每個人犯錯的時候 是否每個人都要處死呢 這就是 為何佛台也好 耶穌也好 要去救人的原因 因為每個人都錯 你不救他 難道殺殺他 即是種種滅絕 是不行的 用什麼放那麼大 這些就是一個道理 好了 講到這裡 我剛才那些說話 不是保護龍亭那樣的 如果你有證據的話 我一樣是講龍亭 它不對 到底是 它應該再怎樣做 去做救贖那樣的事 我這段影片 真的要回這些觀眾的回應 一定要回應 剛才說的東西 又牽涉到我 又牽涉到龍亭 就是這樣 接著 就講龍亭那一部分 有一個觀眾就說 喂 他就說 在電話上 那個留言 那個留言 就是 總之搞人老公 應該是這樣 搞人老公 破壞人家家庭 就是狐狸精 你說他什麼什麼 怎樣救他都沒有用 現在都沒有人想聽這些東西 我當然不同意 你在我這條想救人的頻道裡面 說一些不是這個地頭的東西 喂大哥 你真的發生什麼事 你不對這些東西 為什麼不對 我告訴你 發生什麼事 道理在哪裡 第一 剛才都說 各個都是因為一篇報道 兩張相片的出現 我從一個理性分析 不是什麼包不包庇 千萬不要鬱 第一 那張相片 它不是片 是別人口說 就說 喂 阿龍亭是怕他屁股 有時候 如果他真的有做過 那就調一下情 一般的觀眾 都是有這樣的思維 很可惜 這位觀眾 我看到太多東西 我從來都不會 去撿一邊去看這些事件 尤其是我攝影師的根底 你一張相片 就說 他拍別人的屁股 在這方面 你的證據是不足的 在我心裡 第一 是什麼 首先 我是站在中間 不是包庇的龍亭 那樣東西 不要鬱 那張相片 是一個時間性 他的手 的確是在屁股 但他有沒有拍別人的屁股 他有機會 是手 那張相片 你拍那一刻 因為他定了 那是中 就是那個位置 到底他有沒有拍屁股 不是你講 你有片 那張相片在屁股 有個疑點窩 如果他靜止了 剛剛垂下 靜止了 就是你拍那一刻 然後你拍完 又垂下 那是否有拍屁股 你講就是 你嘗試上庭 給官看 那官都騙了 那就是 你說就是 那有沒有其他人看到 官會這樣問你 有時候有點理智 然後 在車上嘴 一般情況 觀眾都說 對 角度相似 嘴真的嘴都很激烈 喂 大哥 我翻查那張相片 大家都在網上看到 你有機會說真的 也有機會說假 我又再強調 我沒有包庇龍亭 你有機會是真的 角度問題 大哥 就是 我不在現場 只有你去說 那你有沒有兩個記者 在這裏做證 是嗎 一個記者 只說 有沒有片 現今的科技 喂大哥 其實你做記者 可以一路拍片 就 接著 那張圖 那你如果有片 你就放上網 放上網 做一個證據 對不對 現在又沒看到 你又怎麼可以強迫我 說這件事是事實呢 當然我是第三者 不是包庇 而是理性的角度 就是這些所謂的證據 我不可以說它是 大哥 有時候有些事 你要說證據 當你真的把片放上網 我就說是 然後 還有一件事 他做了這件事 他們 剛才說了 在私底下 他們真的有沒有溝通過 那件事 這位觀眾 他這麼偏激 說到 他一定是 我在這裏 就說 我 什麼都我自己 我站在中間 我就說 我不可以相信 他是 還是不是 也不可以說 他是還是不是 因為我本身 自己都沒有證據 現在 你自己沒有證據的時候 你這樣 是不是有變相嫌疑 會不會是屈人 這樣也有可能 好 接著 有一個人就說 喂 喂 如果 什麼 如果這件事 如果他真的沒有做過 又怎麼會 被人拍到 他說的 其實 在我 什麼都 站在中間 立場 我覺得他是說 對一半 原因是 例如 又不是包庇 首先 我分析告密者 告密者可以是任何人 你可以是街邊的人 看到 又可以 去報館 找記者 又可以 甚至乎 邱山自己去報館 都可以 農庭自己去報館 都可以 如果你說 他鞠名氣 邱山家人去報館 又可以 然後 或者記者 這麼巧 真是知道 他們在一起 跟著 狗仔隊 去跟他們 也有可能 什麼都有可能 剛才說了 什麼都有可能 如果他們真的有做錯 如果他們真的有做錯 我當然不滿意 因為 他們始終都不是殺人放火 正如我剛才所說 他們是否錯到一定是死罪 這個不是 不是維護他 不是維護魔鬼 這個是要開道魔鬼 反過來 如果他真的有做過 如果 有些人說 他欺騙龍亭 連自己欺騙 真是道行很高 這些是你一面之詞 去講他 這個是你自己發表出來 但是小弟認為 可以救得的人就救 等於大家背道而馳 大家沒有計談 做人不是這樣 我認為他在這件事上 如果他要付出代價 你要付出公眾責任 就不只是向觀眾認錯 如果他真的沒有做過 那也有可能 現在也在說 他的證據還沒有出 還沒有出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批判他 這是一個法律的界線 你不可以說 任何東西都假設定罪 這些是律師跟你說的 什麼是假設定罪 現在你上去官 又不是給官判 是嗎 官判得到你 是才是 不是這樣 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覺得 你不斷吵架是沒有意義 你龍亭這件事 好像剛才那位觀眾 我又炒了一些 不好意思 因為這件事太多 因為牽涉到很多人的思維 社會的問題 諸如此類 或者大家香港的包容性 因為我以前認識的 香港的包容性很強 遇到這些事件 如果他真的有真憑實據 才會去說 但現在這件事 變成一些懸案 因為你看到 來自一個 譬如你東周刊 你覺得他是一定可信的 但問題是 我也是 觀眾 到底他是否真的可信 有證據就可以了 現在是在等證據 每個人都說他死也不承認 真的有機會他沒有做過 這件事 我們沒有證據的時候 說真的 他們如果真的 你覺得他一定是不行的 我就覺得不是這樣 你說有為道德 就付出代價 叫他們付出代價 就做一些公益事業 難道真的抓他們去坐牢嗎 這麼偏激嗎 當然有很多花生友 都很想看他去坐牢 很想看別人去死 這些是你偏激的執念 我講來講好像重複了 不好意思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道德比較難的東西 那 觀物論點 去到這些觀點裡 我希望大家放一放牆雙眼 如果他真的做錯了 給他一個機會去贖罪 你就當他是贖罪 如果你說要拘捕他五馬分屍 我又覺得他沒有罪不致死 這些事情 你覺得他一定要去到最低層面 一定要弄死他 那是你認為 我就不認為 我覺得有得夠就夠 因為他之後 你說對公眾的Lois的補償才是重點 我是成熟地放在這裡 他如果真的沒有做過 這件事想他平淡過去的 而你又覺得他真的有做過 如果是一個人錯而能改 我當他是有做過 他錯而能改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未去到什麼家庭那件事 家庭搏碎 死人塌樓 未去到 亦都是罪不致死 總之我認為 能夠不夠 你看他之後的原行 如果他真的 你覺得他是做過 改邪歸正 就OK 我就在說 我和大部分觀眾 99點99的觀眾 都沒有證據一手 小弟就不會去冤枉一個人 尤其是他現在公開說 他們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你又沒有證據在手 說真的 有些人說 TAB蛇鼠一鍋 你開個東章來訪問他是不是蛇鼠一鍋 這些事情我就不去批判了 我們現在的確沒有證據在手 你說他有做過 喊到天亮都未喊完 你說TAB要包庇他 他是台中的人 開個東章公開來討論 你認為他是包庇他 你又要找證據說他包庇 你不可以說他包庇他就是包庇他 也是很小孩子的思維 真是古古怪怪 去到尾聲我再說一句 因為片段也很長 因為太多話說 也有位觀眾自己對他合作 他說 主持人也是阿伯來嗎 這件事我就要說了 這位觀眾也很有禮貌 說我是阿伯 你即是很年輕 但我就用我的經驗去跟你說 其實心智與外形完全不太合適 你見到很多人年紀大到六十七十歲 是不是很年長 但是他的心智仍然都是小朋友 其實在世界裏面有很多類型的人 有些人就像這位觀眾一樣 說我是不是阿伯來 你本身是不是阿伯來呢 又或者你很年輕 你的思維到底有多少呢 可能你的思維只有五歲左右 這些事其實不需要做一些人身攻擊的言論 你說我是不是阿伯 我的思維見那麼多東西 我的外形是阿伯 但我的思維見那麼多東西 我是阿伯的思維 而又帶有年輕人二十歲的熱血 這件事 這位觀眾朋友 麻煩你 即是吸收多一點社會經驗 才去批判其他人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社會經驗 大家一起坐在這裏 聊聊天 就不要批判人那麼多 因為每個人是一定對的嗎 除了你去殺人一定不對之外 除了你的放火一定不對之外 除了你的傷害人的人生一定不對之外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談的 不一定要 一下子就去到死刑 不是這樣做人 這條片希望可以 阿龍亭自己也看得到 觀眾朋友都可以對我入座 去看你自己 我是很想港交結有的 我是不想跟別人開戰 因為開戰其實在文化裏面 小弟都是文化界 在文化裏面是最差的 因為你一開戰就是打仗 即是吵架就是等於開戰 打仗就是大家沒辦法商量 你可以做到朋友的機會很低 你在人生裏面又多了一個敵人 其實很蠢 你多了一個敵人 即是有些人很喜歡這些東西 越多敵人就越開心 那是你的問題 你有精神問題 不關我的事 在這條片的最後 如果有些人認為 我這個很敬重去說 有些觀眾 如果你是打算攻擊我 而很快樂的話 我就勸你不用了 因為第一 我們都不是朋友 請二玉報告隔離 第二 你如果要開戰 你就贏了 因為我不會跟你開戰 我是要救人 為何要跟你開戰 我也想救你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們不是朋友 又請二玉報告隔離窗爐 至於龍亭事件 我個人的總結是 我站在觀眾的立場 我自己的見解 我自己的個人的觀眾立場 我覺得他是罪不至死 可以救的就可以救 如果他是做一些傷天害理 自然社會上就有一個制裁給他 這就是成熟人想的事 他自己也會付出一些代價 如果他真的做過一些不好的事 和他自己的良心也過不了 如果你說龍亭有良心 相對上龍亭也會告訴你 你以後有良心 大家又是喊到天亮都未喊完 無謂 最後一句 如果有些人想攻擊我 想你自己快樂 你已經快樂完了 請個隔離就可以了 我這條頻道比較高品質 訂閱的朋友都有些慰根 有些善心 還有大家想看到我的分享 我亦在我的頻道 很想發放一些 講一些我人生的經歷 帶一些正能量給現金 這麽負面的社會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明白我講的事 有支持小弟的話 其實可以隨意分享我的影片 亦多多訂閱我的影片 各樣東西 小弟就在這裏 將這條影片說到尾聲結束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我下一條影片也會講一下 莊穩晴的家庭事件 因為這事件都牽涉到 其實我圍內有一兩個朋友 都是類似他們的相似 所以我也很想帶一段說話 希望他們看到 或者其他家庭都看到 希望可以化解到家庭的恩怨 各樣東西 莊穩晴這條影片 會跟著我講黃建民的歌詞 和說巴巴拉的《Wora》 那首歌之後出現 麻煩大家多多支持 我會陸續盡量出更多影片 《可白事件》 我都會多開一段影片 去講講現金的情況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還有我這條影片裏面 有些叫做百里路系列 其實我是想不斷推出的 那個系列又想帶一些 靚的東西 一些Landscape 靚的東西 給大家去分圖一下 希望大家透過我這條頻道 在你人生生活得辛苦的時候 希望大家可以當我是一個朋友 看看我的頻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吸收到 我帶給大家的正能量 希望你們可以疲累的朋友 可以當是休息一下 心靈上可以休息 亦都希望在網絡上多了我這個朋友 我這條頻道的宗旨就是這樣 我們下條影片見 多謝大家的支持 祝各位身體健康 心靈上都健康 香港是越來越好 我們為香港 真正的香港 努力 不是那些只把口說 為香港努力而不做 而走出去的人 我其實都挺鄙視 有些這樣的人 你不斷說香港 但你不是真的為香港好 但小弟真是為香港好 我本著良心去說 希望大家都志同道合 好 我們下條影片見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